是一種蒲館的 要是找一種蒲館的 我們這一組的話 可能... 提名的話叫做 它特團子 那我們主要是在介紹 特家小點品牌的專案報告 那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主題 那第一個名稱的話就是我 那麻煩我們這一組的家主任家 稍微舉一下手的辦法大家知道 那夜晚的話就是這一個 那佩儒的話就是目前來到我操作電腦的這一位 那在儒華就是這一位 對 好 那在 那在開始之前我要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創立這一個澎湯 其實我想總理的人應該都知道劉媽媽菜包之下 那其實我經常經過去看的話會發現 其實去買的人大多都以中老年人為主 而其實來講年輕人會去買這種傳統客家食品很少 通常應該都是由那種家裡的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買回家 然後家裡你們又可以吃嘛 那我們的民室品牌由來呢 那個是取自於客家的型 哈卡還有英文的哈卡 然後這個聽起來就很像哈克 所以我們Logo的第一個字是哈克 就是客區特價意思 那再來我們一般看到的那些菜包 其實分量來講都不少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除了要讓中老年人天常就會去吃的話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年輕人更去接受他 他會自己去購買他 然後來監測他傳統的影響 包括口味的變化 加上分量的精緻化 讓他說小盒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在日本其實有一樣點心 他叫斑狗 他是糰子就是有三顆小圓圈 然後用竹籤搓成一串的那一個斑狗 那因為他就是小小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用意糰子的部分在於他是小的 所以我們將我們傳統的客家小點是縮小化、精緻化 而這個團其實也是特別的取割 因為在我們客家小點裡面呢 他都是以米為主要的食材 所以我們會將團這一個 取作旁邊一個米字幕的 再來是我們Logo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電腦稿之前的手稿 其實大概就有20幾個Logo的樣式去做挑選 而最後我們組員一起團結起來 用電腦繪子的整個有全部 總共有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些 那最後呢我們是選擇這一個 我們中間看到這一個 那不是選擇這一個 原因是因為 呃 大家知道客家傳統其實他的代表色 就是藍色跟洋紅色嘛 那再來其實在客家文化當中 大家都知道我們客家的就是清建的服飾嘛 然後會跟各間同作 所以我們在哈貝的上方呢 增加一個動力 增加他的造型感 那再來油童花其實也是客家文化的一個代表 所以我們在紙的上方呢 也增加了一朵油童花的樣式 好再來說我們的吉祥物 因為我們主要是食品方面 那我們目前推出的最主要是大家看到的這個 那第一個阿貴 那大家看到的是 其實他就是菜寶 我們把他稍微就是童趣化 讓他變人化 那他的給他的兵儀式是老實木納 然後色桶上的那個愛草花 就會變得像 這邊這一個張 曹阿貴暴龍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愛草花他的食材裡面 是對於身體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改一個暴龍的形象 大家就覺得 嗯 龍給人家感覺應該都還蠻強壯的嘛 那再來這一個是安貴 那他的個性的話就是熱情 然後愛笑 那也很喜歡沿著這一個 那再來這一個安貴 等一下後面還沒介紹到 這個是我們新的產品 所以是為了這次的新品而繪製的一個 那他那是屬於就是比較活潑的一個 然後是大家開心活 那最後看到這一個板牛其實就是嘴巴 就是一般我們看到那種甜品類的 加黑糖的那種嘴巴 那我們家的定義就是因為他相較於其他的來講 他的顏色部分就是比較暗比較深的 所以他的他自己就是很沒有自信 他也希望可以像其他人一樣 擁有這麼繽紛的顏色 好 再來這是我們的明片設計 明片設計我們一樣 保有了特價圓有的傳統 一個花布的雕紋 簡單的在旁邊做裝飾 而中間的部分我們採用金色的一些線條感 讓他在傳統復古當中又增加一些現代化 那中間就是我們的LOGO 而對面我們繼續沿用了中間的金色的質感 那我們簡單化直接把我們的店鋪資訊加上去 那再來在下路前都是智慧型手機人手一支的情況下 那QR Code很方便 一掃就可以直接進入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讓大家去審據說 我們還需要再把我們的名字打過去去尋找我們的粉絲團 再來是我們的菜單的靈感 那大家目前看到的這一個靈感來源 其實就是我們傳統客家點心 它的一個製作的板膜模型 所以一開始我們菜單的發想 就是以這個為主要的基底來去製作 那就是我們菜單首頁的一個模樣 那這個板膜就像剛剛前面有提到 是我們製作客家傳統點心的那個模板模具 那我們希望在保有傳統下 那一樣我們的設計上面 還是一樣保有了客家優素 藍色、洋紅色、柳桐花 那在加上一些比較不同的就在於它的狂線 我們是採了一些中式的線條 讓人家感覺有所不通 那我們希望讓大家說 讓看到菜單車就知道 我們其實為顧客找養是我們的用心 以及讓他們能有安心感覺 讓他們知道他們可以放心吃下這些 因為其實像現在食安問題 其實大家應該都蠻care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有給大家有這種感覺 那再來這就是菜單內頁的部分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以精簡為主 就是把主要我們的商品及價錢標在上面 然後下面這有幾張小圖 相關的小圖來給大家稍微做一個比對 那這部分一樣 那手重部分在於擂茶的部分 因為其實大家都聽過擂茶 可是不知道其實應該會不太了解說 它的來源是怎麼來的 然後製作方式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特別在擂茶這個部分 多做簡單的說明 再來這是我們外帶包裝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希望這些常備用品 它的風格是能夠一致化的 所以我們以同樣的元素 剛剛提到的油桶花、洋紅色跟藍色 還有軸式的線條感 在各個不同的素材上面 去給它做些微調整 讓它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再來就是我們店內的杯子 那這一個杯子的設計 靈感來自於我們背景圖看到這個擂茶 它的擂波及擂光 這樣的感覺去做一個設計 再做一些顏色的大片 那再加上我們的LOGO 那大家現在來講 大家常常不管是手機還是相機 常常只要出去看到有好吃 或有吃什麼就會想拍照 然後上傳到自己的FV嘛 那其實我們在杯子上加上LOGO 在這種一個3C科技的時代下 我們一定常常就會看到社群網站 那只要有一個人在拍照中 能夠拍下我們的LOGO 即使它沒有標記到我們的碧點位置 那依然可以讓大家知道 有這家店也可以從離子去查詢 那這也就是相當於 幫我們做了一個免費的廣告 好,大概是我們的網頁及粉絲團的部分 那現在來講的話 也很多人會選擇用網路購物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製作一個網頁 一樣,我們不調過客家的傳統元素 就是它的顏色跟它油桐花的元素 那再來我們希望讓大家看到 就是以圖片以視覺上來看 明顯的在於是它的圖 所以圖部分會將它放大 讓人家知道說我們的食品到底是長得怎麼樣 那再來我們希望讓大家要知道 我們的商品都是整首工製作 然後都是沒有添加度的 讓大家能夠更安心的去吃 那這廣告的部分也跟上面是一樣的一個設計概念 再來粉絲團的部分 因為現在目前大部分人家都有自己的FPA 那FPA在粉絲團的部分 能夠讓喜愛我們店面的客人 去直接從我們的粉絲團上面看到最新 我們關於店鋪的一些資訊 或者有什麼新的活動之類的 都不需要再透過另外的電話 什麼去做新聞 直接從這邊看就可以了 好 再來說我們的活動海報 那這一張的活動海報 主要是以七系列出 那我們的底色大家都應該聽過七系的那個故事吧 流浪與之女 所以我們利用一個星空銀河的 整個藍色調的樣式來去做基底 剛好也符合了我們客家的一個元素藍色的部分 那中間愛情熱的是情人節 所以選擇用粉紅色 另外我們為了情人節的這一個活動 我們另外設計的這一個 只有在活動期間才有的外帶杯 那杯子後面的部分 大家常聽到愛在心裡口難開 所以杯子部分我們後面設計了 可以讓你們去做寫一些 平常不好意思說出來的話 讓對方知道 再來這個是我們的星平海報 剛剛也有提到上面吉祥文的一個阿南的部分 就是為了這一次的星平海報 那這張海報的設計 我基底的話 是用一個手繪感的花繪元素 來去當這個海報的底色 那再者因為主要在新品部分 我想強調的是我們食品的部分 所以其實絕大部分的版面 都在於我們食品 南瓜糰子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Logo之主也會改成這樣 是因為我覺得在這張海報設計裡面 它比較偏向於復古版 所以我將Logo改成像是印章拖印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文案 第一個是一顆初心慢煮歲月 這個初心代表我們品牌的初衷 我們希望給客人知道是精緻化 因為其實在現代來講 都希望說我可以吃以小份量 但是我們還知道很多種口味 所以我們希望以我們初心代 然後慢煮歲月的部分 則是因為我們希望說 可以在挑選食材上面 跟手工製作方面 他都需要時間 因為想給客人最好的 所以他需要歲月來慢慢去找 找到最好的給客人 那再來心情細 細細品嘗溫暖明星 希望客人在吃到我們的食物之後 讓我們都能感到 真的能感受到那種 傳統客家的一些那種 那種文化的感覺 並覺得我們的食物是好吃的 可以讓那些餘育留在心中 久久 好 再一個 好 再來是我們的制服設計 我們的制服設計 跟一樣 以客家的設計調為主 女生則是使用洋紅色 男生則是使用藍色 那Logo部分我們改為直 直式的使用白色 讓大家能夠清楚看到 但再來假如是只有單調顏色部分 可能大家會覺得好像少了些什麼 所以我們在細節的部分 也添加了傳統的特加花布 讓大家感覺又比較不一樣 好 那最後是我們店面的部分 在店面的部分 大家都有看到 我們店面的整個外框部分 其實是屬於黑色的 讓它顏色是屬於比較沉重的 所以我在上面招牌的設計上 我在它的底色以木紋來做底色 再加上旁邊的一個植物圖的樣子 去做點綴 那在這樣目前 現在這樣探索的可能比較不清楚 我在這一個Logo設計上 它其實是有立體的效果 而我特別在它的哈字上面這一個 抖立跟紙上面這一朵羅門花 其實一樣同樣加了一些地底化的效果 讓它感覺更有同趣 而不被這種沉重感所壓迫的感覺 再者下面呢 我以鄉了一張那個特加畫作 那因為我希望我們主要還是在油門招牌 所以我將這幅畫的畫作自然保衡出 降到最低 那大家這邊右邊右手邊可以看到它的原圖 其實這就是特加早期的 特加早期生活的樣子 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傳統文化跟精神